老板说可以打开 看 哇 满满的 大家好 冰冰 我们之前旅游过很多地方 很多城市 但是有发现 没有一个城市吃鸡架的 我跟辛哥是沈阳人 鸡架在沈阳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可高可高了 所以今天我跟辛哥 要带大家吃不同种类的鸡架 第一种鸡架的 我就吃一个拌的 还有另外一种要一个熏的 拌的里边我加一个豆瓶 我们在鸡架上的万物皆可拌 有所有的熏炉制品 还有面条 有素 有肉的 现在我们去买另外一种 叫铁板鸡架 老板刚开门 我要一个铁板鸡架 行 可以稍微等会 老板每天沿制一大桶鸡架 然后一个一个放在里面 炸 可以打开 可以打开 给你看一眼 看看 老板说可以打开 看 满满满的 他家鸡架头好吃 搭配鸡架最佳组合 就是花毛一体 就是毛豆和花生 这花生得泡着 卤着吃 卤水的还热乎着吃 老板这咸薯动作一气呵成 每天得炸多少鸡架 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老板可那个什么了 可佛系了 就开半天 下午来 晚上收 开多少年了在这儿 七年了 七年了 铁板鸡架之所以叫铁板鸡架 是它这个模具 是一个凹槽事儿 然后上边这个板子 把鸡架给狠狠地压下去 变成一个薄片了 它的味道就跟这老板 卤的那个味儿是一样的 这是独家秘诀 之前我还看见有个人 站在这儿求老板 要那个配方 可佛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最爱的铁板大鸡架 老香老香了 这个中间的是半个鸡架 酸甜口的 这是星哥最喜欢吃的 一整只烤鸡架 熏鸡架 熏的 煮完了之后熏一下 就是烟熏火燎的味儿 对 好吃好吃 先吃哪样 我先吃我喜欢吃的了 为了美感 我特地没让老板撕 首先是它的凤尾 凤尾我是不吃的 我得给它弄掉 但有专门喜欢吃的呢 你们吃吗 给 给你们 凤尾 还是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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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 香香的 它的骨头都炸脆了 酥酥的 这味儿 地道 水洋人 不能没有支架 就像西方人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西线在水洋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不说第一个 也前三了 看对眼了 我好像没整只吃过 鸡价吃一次 应该他们本来是正常掰的 因为我们为了给大家看完整的鸡价 就没掰 我来吃活点味 星哥 我感觉没有一只鸡能活这鸡价水 那你说吃鸡价是鸡价身上肉多吗 肉不多 就说了这味 里边是中空的 还没有吧 为了大家录录这个 鸡价人年少和我全国一半的鸡价 都是让咱们鸡价人吃了 太好吃了 它是鸡价 其实也挺有肉的 但你得会吃 看我都很会吃 这骨头是最香的 骨盖 像大量的鸡价米 我记得你从来不吃骨头 脆骨都不吃 这骨头香 它酥酥脆脆脆的 你说鸡价平日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鸡价呢 还有段历史 就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不有一波下岗条吗 我们那时候还小 不知道 然后呢 没有什么钱去买肉 之后呢只能买这种鸡价果 来炖点土豆 然后解解馋什么的 然后就把这个鸡价做的怎么好吃 炖鸡价 煮鸡价 拌鸡价了 熏鸡价 烤鸡价等等 现在还研发出来 瘦瘦鸡价 那个挺好吃的 吃意怎么一样 就是鸡价的标配 得有一瓶老鸡给它 再弄一盘花毛一瓶 然后吃一盘 所以这小串 在道边上挺多人的 晚上出来接边 我在尝尝那个半鸡价 这个看着也挺多味的 豆瓶半脸 它一吃它这汁都吃醋啥的 里边是糖醋味的 再吃个鸡价 鸡价我喜欢吃这个鸡排 鸡排骨 就是 气质可惜的这个地方 都不知道吃哪个的 三整只鸡价我们都砍完了 它骨头好像剩了一副手 大家猜一猜 我们三只鸡价 一共花了多少钱 我给你们点时间 我也算一下 二十 能够吃吧 还真是 二十三只鸡价 还挺合适的 以前我小的时候 一只鸡价才三块钱 现在物价涨了 我们准备出发了 待得也够久的了 从沈阳直接开到大链 我跟鑫哥暂时定的是 想做轮渡到烟台 然后再往南这么走 走到哪儿算 就自由一点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就这样吧 并心自由行 感谢大家点阅关家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